毕业季即将到来 为了让学生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水里国小在杜新孟老师的带领之下 带领学生在校园内的空白墙壁进行彩绘 除了能够让学生展现平址所学以外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当我在带高年节小朋友的时候 其实我会希望孩子在毕业前都可以 在校园里面留下一些回忆 或者是留下一些他 他对于这个校园里面的一些情感 所以我觉得能如果可以把这些回忆 留在校园的墙壁里面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刚好我们学校很多空白的墙壁 那空白墙壁一多 那也没有做什么装饰 所以我们就一点一滴的带着好几届的毕业班 把校园的墙壁就一点一点的彩绘起来 所以目前为止其实也将近十年了 水里国小的学生表示 平时在美术课学习到许多技巧 因此在经过大家讨论后 除了展现许多作品外 也特别利用书柜来连结所有不同的主题 我们画的这幅画是墨内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会就是他会去记录一天当中的光线变化 所以他的这幅画的作品就会有那种光线的美感 那我本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优雅 所以我就想画下来 我们的特色就是有运动运动那一块跟美术这一块 那我们这一面墙是以美术为那个重点 这一面墙的主题是乐园 然后其实本来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那个踢球的地方 就是草皮 另一个是图书馆 然后我们利用图书馆的书柜来把所有的东西都连结起来 先议员肖志全肯定校方的用心 不但让学生自由彩绘发挥所学 也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利用这个美术课的时间 代理应届毕业生 在我们学校的所提供的适当的墙壁 来作为他们一个绘画的一个画板 让我们所应届的毕业生 能够在学校留下他们记忆深刻的一个回忆 现场可以看到学生们 可以画出他们心目中喜爱的卡通人物 以及或者在他们在美术课程所学习的 一些人事物 都透过他们的画笔来展现 学生的作品相当精彩 有着展现墨内的作品 有着则是绘画出自己喜爱的卡通图案 并最后用书柜来连结所有的主题 肖志全议员感谢校方的用心 也期许借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学生在学院内留下美好的回忆 记者邱平逸 实力采访报导